新加坡有多少人会有肥胖症呢 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每年不断增加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14岁有糖尿病 摄取较少糖分 能够降低患上哪些疾病的风险 动脉硬化如果影响到头脑就会等于中风 正确健康的饮食习惯必须从小培养 选择较少糖分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常盛君 星期五晚上八点 八频道 星期五晚上八点